大家好 欢迎收看 本期飞食车 我是陈乐 那这辆来自雪佛兰的开拓者呢 其实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我坐过一次飞食车 那么这一次又把它找来 是因为它有了一些变化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它到底变的是什么 这辆车的第一个优点呢 还要聊到它的动力促成 2.0T加9AT通用的这套真香动力促成 虽然我们实测的 0到100公里毫升的加速成绩呢 接近10秒9秒6多 但是说实话 它通过它的动力输出特性 以及它比较灵敏的油门踏板 给你营造了一个不错的加速感受 所以说在日常开的时候 这辆车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肉 我觉得这套动力走着 一定要给赞 这辆车的第二优点 其实还要聊到它的悬架和隔夜 整体悬架质感呢 是既有美式车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又能给你提供一个不错的 这种驾驶参与感 而且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它这辆车采用了一个21英寸的轮圈 21英寸啊 非常大的一个尺寸了 并且它还能够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程度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挺考验 这功能是调悬架的功力的 那第三个优点呢 我觉得还是它的储空间 来到内饰 其实储空间 我觉得放在一年之后的 今天来看呢 它确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比较顺手的一种表现 但是来到内饰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啊 我觉得视觉方面 包括触觉方面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车内使用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Alcantara的材质 并且还在门板上给你写上了 这是Alcantara 它其实这种材质呢 这种特殊的材质 一般都是应用在一些性能车呀 运动型车上 因为它的整个这种触感呀 会非常好 而且呢 它这种阻力会比较大 所以说你比较好控制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整圈的放盘呀 包括中央扶手啊 包括门板上很大面积 都采用这个材质 这个材质 优点就是刚才说过了 它触感很好 而且你就是这种有阻力 也很好控制 但是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手比较容易出汗呢 你就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清理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这个就是 它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第三个优点还是 那么它的第一个缺点呢 其实跟之前的一年前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放在一年之后 你改款完了之后 依然没有做出变化 在这一点 就是它的配置层面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辆车的配置 天花板很高 但是门槛也很高 因为很多配置都是 只出现在了顶配车现场 比如说放盘加热 比如说座椅通风 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配置 我觉得这些配置真的应该下放 如果能够下放 消费者一定会感知到 第二个缺点啊 其实还是这样车的整个宽度 上一次说过了 前后的这种垂直啊 包括纵向空间是没问题 但是宽度啊 不够日常的这种宽敞的感觉 还有一点 就是通用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是这么固执 在旗下的很多相对高端的车型上 依然不给配中央头的 不应该 那最后呢 又到了推荐的环节 其实这辆车呢 推荐的逻辑跟之前差不多啊 如果您喜欢这种舒适性配置 比如说放盘加热啊 比如说座椅通风啊 包括这些Alcantara的这种 优良的触感 那您一定要选择这辆顶配车型 因为这样车 在市场终端上一定会有优惠的 你懂我意思吧 然后如果您追求性价比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这个次顶配的车型 我觉得它整体的售价呢 相对比较低 而且要不能够买到一个尺寸这么大的车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那这一期的威势车呢 咱就先聊这么多 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和建议 欢迎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乐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